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梁欢想着要去省城玩 接连两天上课都心神不宁 她并不是能静下心学习的性格 家里的条件太好 梁欢的一部分心思偏到了穿衣打扮上 为啥好多漂亮的女孩会早早接触社会 因为三观还没定型的时候 漂亮女孩子受到诱惑比同龄人更多 家里管得再不严 没有正确引导的人 漂亮女孩子很难全身心投入在学习中 梁欢高一还没念完 学习上没有高三的担子重 刘芳对她太浇惯 要星星不给月亮 让她养成了唯我独尊的性格 再加上人长得好看 家庭背景好 学校老师都知道梁欢爸爸是国家干部 老师对梁欢是宠着 同学对她是捧着 梁欢也有点小聪明 考试之前突击下 每次考试成绩还不错 她的人生就是简单模式 轻轻松松等拥有别人没有的东西 干嘛还要努力 而且她长得这样漂亮 就该穿好看的衣服 穿贵的鞋 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刘芳为啥纵容女儿穿衣打扮呢 刘芳的人生就是这样成功的 潜移默化给梁欢形成了女人能靠脸走捷径的认知 不过时代在变 刘芳年轻时候 大家上上扫盲班 能认识字就行 现在嘛 女孩子想要嫁得好 除了漂亮 还得有点学历 有工作 以梁家的情况 工作好解决 学历是装点门面的东西 梁欢要是没有 梁炳安会觉得面上挂不住 同样是她梁炳安的女儿 高中毕业的梁欢 与大学生梁欢找的对象质量肯定不同 要不是因为如此 刘芳还能更惯着梁欢 现在想让梁欢考大学 才时不时督促着她学习上进 但刘芳心情好 梁欢说要和同学去省城玩 刘芳也爽快同意 那可不许玩太久 下午早点回来 女孩子晚上在外面待不安全 严打还没过呢 原本在街上游荡的流氓混子 都不敢冒头 梁欢又是好几个同学一起出行 刘芳对她的安全基本放心 放心归放心 唠叨也免不了 梁欢再撒撒娇 刘芳就偷偷塞了一百元给她 刘芳嘱咐梁欢 要是她爸问起来 就说只给她拿了二十块 真要给二十元也不少呢 素包子不到一毛钱一个 二十块的购买力已经很惊人了 梁欢拿着二十块都能到省城吃大餐 更别说刘芳其实给的是一百块 梁炳安听说女儿去省城 果然问了她 你妈给你拿钱没 梁欢嘟嘴 我妈老空门就给我拿了二十块钱 不许胡说 二十元让你去省城玩一天还少啊 公园又不要门票 你坐个搬车才多少钱呢 梁欢啊 你这是不拿钱当一回事呢 梁家也不是开银行的 谁家给孩子零花钱这么大方 梁炳安把梁欢给训了几句 这下子梁欢是真不高兴 梁炳安嘴上眼里 可也怕梁欢在外面玩 钱不趁手 小姑娘家不都讲个面子吗 万一同学要买个啥东西 梁欢想要却不够钱呢 梁炳安掏出钱包 数了五张大团结给她 说你两句也还发脾气 和同学出门别小气 该请客就请客 梁欢马上阴雨转晴天 她是进一趟省城 就揣着高工资人群 一个月的工资 梁宇看着姐姐两头要钱 也服气得很 姐 你是不是要去找 小兰表姐和涛涛啊 带我一起去呗 我是和女同学一起去公园 不带小屁孩去 梁欢三言两语 把弟弟打发掉 不就见了一面吗 梁宇咋总惦记着他们 周末早上 梁欢搭配了一身好看的衣服 他爸开车送她去汽车站 见她真是和几个女同学会合 才放心她去省城 小雨把头埋在座下 等梁炳安走了才抬头 好险差点被梁炳安看见 小雨记得梁炳安来过家里 她还给对方泡过茶 对于她和梵振川的关系 梁炳安那么聪明 咋会看不出来呢 要是被梁炳安发现 她今天去了省城 梵振川很快会得到消息 到时候她就会很被动 梁欢和几个同学上了车 小雨冲对方讨好一笑 梁欢点点头 愿意帮保姆的忙 不意味着要在公共场合 和对方很熟啊 梵家的保姆不也是伺候人的吗 梁欢和保姆有啥说的 小雨也巴不得梁欢不和她打招呼 她去见梁欢表姐的事 越少人知道越好 几个小女生叽叽喳喳在车上聊着天 外加一个居心叵测的小雨 坐着车直奔商都 梁欢就是去蓝凤凰的 下了车直奔主题 看见没 那就是我大舅的店 梁欢下巴微微抬高 她的同学们十分配合 发出了惊叹 哇 好漂亮的店啊 梁欢 你舅舅好厉害啊 白天都把灯全开着 感觉比百货大楼还高档 县城的女学生和省城的女学生还有差距 何况蓝凤凰刚开业时 连省城人都觉得奢华 装修和灯光玻璃镜带来的视觉效果 足以叫何东县生活的几个女生 发出真心的赞赏 梁欢的虚荣心被大大满足 她扬着下巴 被簇拥着进店 李凤梅也不是很意外瞧见梁欢 刘芳都来过好几次 梁欢出现是必然的事吗 舅妈 阿姨 梁欢一脸是笑 看不出有丝毫勉强 李凤梅再不喜欢她 也不能当众和小辈计较 欢欢来了 刘芬就更老实 她亲生的夏小兰都是18岁才懂事 从前也没比梁欢好多少 梁欢还不满17岁 在刘芬眼里是小孩 刘芬早忘了梁欢过年前的态度 更何况梁欢亲亲热热地打着招呼 刘芬就赶紧问梁欢 她咋一个人来 啊 我和同学一起呢 他们说要来蓝凤行逛一逛 我说是舅舅家的店 就带他们来看看 舅妈 我们能看看这些衣服不 店里的衣服真不便宜 李凤梅想说 不是学生消费的水平 可看梁欢这么热情 李凤梅也不敢说实话呀 反正衣服上有吊牌 上面写着架 让这些女学生自己看看 当然能看 有喜欢的还可以试穿 几个女同学都欢呼 伸手抓起了好看的衣服 马威帮忙递衣服拿裤子 几个女生都试个没完 把马威忙得够呛 梁欢也心痒痒 但梁欢不着急 反正都是大救的点 衣服挂在那里 又跑不了 但啥时候事 不是一样的吗 答应了小雨要帮忙 梁欢可没忘记 哎 二爷 早没看见小蓝表姐啊 她不是在店里帮忙吗 哦 去那里帮忙 再来 帮忙